机舍内所有鸡之全都一动也不动地倒在地上 仔细一看身上还有斑斑血迹 原来他们全都遭到野狗攻击死亡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损失多少 算了算了算了 回到事发鸡舍 围里下方有好大的空隙 流浪狗们疑似就是从这潜入 原来桃源观音区这间花圃业者的鸡舍 21号夜里野狗闯入咬死鸡舍里的40只鸡 这个其实狗很好很好入侵 应该就是自己养一样的 自己亲戚朋友用的 这客家人都是都会在过年 亲民都会养这些鸡 然后给亲戚朋友 但其实受害的不止这里 桃源观音不少养鸡四组 都有类似的经历 怀疑就是成群的流浪狗 到处流窜猎捕鸡群 我们会加车幼捕龙 去进行一个幼捕的一个动作 那后续就是加强 这个竞争捕捉的部分 希望把这个目标权只能顺利的捕过 桃市府洞保处派员到场 没有找到这些野狗 但未来会针对具有攻击性的野狗 加强精准诱捕 也呼吁养鸡四组 做好围离防护保护鸡群 三立新闻张玉杰胡家珍桃源采访报导